Switch 2连线死机bug处理方法 所有将在7月10日充Switch 2首发的朋友们 注意啦 你们手上的Switch 2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算你现在没有遇到 将来也很有可能遇到 那就是无线连线死机 如果你没办法用有线网路更新主机 这里提供一个好方法 无线网路死机的根本原因是 你的邻居用奇怪的符号帮WiFi取名 造成Switch 2搜索WiFi名称的时候死机 这时候请一只按电源键关机 然后把Switch 2带去一个 只能连线到你的WiFi的地方连线 如果你必须在你奇怪邻居的附近连线呢 这才是本影片的重点 请准备铝箔纸跟一个纸箱 我们要打造一个法拉第龙 把Switch 2包起来 在纸箱内部铺满铝箔纸 它的运作原理是削弱Switch 2的WiFi讯号接收器 记得要把盒子盖上 让邻居微弱的WiFi进不来 但是你的手把讯号 因为离机器很近 所以刚好可以连线 到无线网络选单 开始搜索无线网络 记得这时候 要在你自己的WiFi机附近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 感动啊 自己的WiFi机在附近很重要 不然连你自己的WiFi 都被法拉第龙干扰 就搞笑了 输入WiFi密码 WiFi连线中 怎么确认我的法拉第龙 真的有效呢 我们打开法拉第龙 以下动作请不要操作 再搜索一次WiFi 哈哈又死机啦 但是别担心 重新开机后 因为刚刚已经有连线过 家里WiFi 所以开机会自动连线 连线成功 在选单里的主机 选择主机更新 我是更新到20.15版本 Bug还在 希望有一天可以修复 对这一段视频 就要再高兴 下宾